女處長叫黑鴨送2000萬訂單回報 中石化又爆醜聞 跨國公司安智倫為了贏中石化 武漢穴器廠機械項目成2000萬港元訂單 所以拍銷售經理王女士 但負責招標的張處長去北京一間 專招呼闊太極鴨斷道疏扶下 櫃桌還寫著 感受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一齊心跳滋味 還不回到進去嗎 被一班又高又大的非洲猛男包圍著 爽呀 進房間一會做G點按摩 一時又玩二龍取水王 自己生活了40年 今天才真正試到做女人的開心 被人拍下都沒辦法 就靜悄悄幫安智倫調低招標格 幫她們看不看中標 由暗中幫她們改用便宜軟件 被她們賺多了三百多萬 這宗醜聞炒到上報紙 女處長昨天死死地氣回應 說是被人惡意中傷 還在報警 中石化就回應說要再調查 不過這間大公司安智倫 每樣做一點都不奇 2009年為了贏鎮海和天津項目招標 都出動過俄羅斯雙幫美女 食有中石化高層 她們的副CEO還要下台 美國司法部都說 在過去十年 安智倫涉嫌向中國核仔行賄八千七百多萬美金 中石化佔超過三成 很好